踩路提及高架桥方式的单路外环道 沿单路部落北侧封港西岸兴建 高架桥面配置了四车道 避开行经单路部落内的狭载路段 让行车更加安全与便利 又方便又安静这样 实在对我们的部落非常好 是不是也方便了 台九县南徽公路原本贯穿石子江单路部落 道路狭小加上车流量大 多年来大小事故频传 外环道完成后车流改道 部落内的道路不再显向还生 租人都相当开心 这六十几年下来就被这些扫杂分了 真的生活过得很辛苦 太多了 反而我们家前面这雨试过就太多 舍了不少人 真的车子太多了很不方便走动 而且这个红利灯也说没有管制 都是比较危险性比较高 如果说这样子外环通了之后 我们这边真的是比较方便了 不管是进驻都很方便了 车潮锐减进入部落的人潮也相对减少 由于过去驻足部落的外地游客不多 部落商家的生意并未受到影响 边场这边都是没有外地的 本村 就只做本村的生意 这不比较好啊 很舒服啊 怎么说很舒服 就没有声音啊 灰尘也没有啊 单路外环道的新建不仅为交通带来便利与安全 也让部落族人出入不再受到阻碍 更提升了部落族人的生活品质 原自新闻歌手 屏中狮子采访不到 大臣 工赛